工业局的林组长副组长 然后台经院的张院长 以及周处长 然后还有海洋大学的吕副校长 然后以及国家口罩队的徐理事长 跟PMC的赖总 还有台中经纪的大家长黄董事长 以及G2的怡婷会长 以及现场所有的贵宾 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非常感谢就是经纪部工业局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参加台湾品牌药肥计划 那也能够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台中经纪的全球品牌策略 大概先介绍一下台中经纪 其实台中经纪是在1954年的时候 由我的祖父及他的两位结拜兄弟 在台中南区超维亚点一个四瓶大的 铁皮屋下成立的 那其实早期公司做的产品是卷烟机 跟稻谷机还有卷子机 但后来因为常常会受到警察的查气 所以在因缘计会之下 他们三位创办人到高雄 然后在拆床厂购买了一台 二手的俄罗斯牛头炮创 然后以逆向工程的方式进行拆解 才打造出来台中经纪的第一台牛头炮创 那今天会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在品牌的部分 那台中经纪的品牌之路 其实大概是分成四个不同的时期 那有分成传统期 基础期 发展期跟转型期 那其实在传统期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所谓的品牌 我们就是以台中经纪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行销 那到了1976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才开始有自己的品牌 那当时候我们的品牌就是用这个Victor 这个国际性的商标 然后来拓展海外的市场 那其实在拓展市场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在美国的市场Victor当时候已经被注册了 所以后来在美国市场的时候 我们是用双品牌的方式 所以用Fortune跟Royal这两个品牌 在美国市场做行销 那后来呢公司在1990年的时候股票上市 所以当时候需要有一个集团的商标 所以当时候我们就开始建立了所谓的CIS 这样一整个的企业识别系统 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呢 我们与当时候合作的一家生产材的设计公司 我们开始导入了公司 开始导入CIS这样的系统进入公司 那我们也是国内工具机 第一家导入CIS手册的公司 那其实那一本手册非常的厚 也非常的完整 所以其实很难相信说 20年前其实我们其实已经做了 非常完整的一个规划 甚至连员工的制服等等 都做非常完整的规划 那员工的制服当时候的设计 其实跟现在的高铁制服还蛮类似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比高铁 他们还要设计还要早 只当时候后来是并没有这样穿 然后后来我们就有所谓的主品牌 OR的诞生 那很多人都会问说 为什么叫做OR 其实刚才你们有看到Victor 然后看到Fortune 又看到Royal 他们三个字母的共同 就是有OR两个字 所以OR就成为我们经济集团的一个 主品牌的这个商标 那再来的话就很多人会问说O是什么 那R是什么 那其实R的形状如果仔细来看 它有点像我们在用那个车刀 就是车刀的形状 所以其实它是代表着车刀的形状 然后有弓箭在转动这样子的一个律动的意涵 那O的部分呢 其实大家知道说 就是车销出来的东西都是圆形的嘛 所以其实O是代表我们车销出来的这些弓箭 那另外呢我们也代表说 其实它是有一种全球的这个世界地球的感觉 所以就代表说我们的业务可以行销全世界 然后不断的在转动 然后定端不断的来这样子的概念 那再来很多人就会说为什么是橘色 那其实早期的时候 我们的旧厂是在东海大学的对面 那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的厂花是木棉花 那木棉花其实是在每年的三月到四月会盛开 那它其实盛开期间很短大概只有两个礼拜 那时候其实木棉花也是台中县的县花 所以我们就后来就决定说 那我们就用橘色来当做我们这个企业的颜色 那同时其实橘色呢是一个非常正向的颜色 它包含了就是有红色那种能量的感觉 有黄色很快活的感觉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橘色可能就会觉得很热情 很有幸福很有创造力的感觉 所以其实它是可以带来很多正向的激励效果 那当然呢后续OR就成为我们集团的一个商标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商标来做我们的产品啦 行录啦 还有一些在展览会上面就是用这个OR来行销 那再来的话呢 大概讲一下说公司这个CI的架构 那其实在CI的部分呢就包含了从MI就是所谓的Mind Identity 就是一个理念的识别 那再来就是到BI就Behavior Identity 是一个行为上面的识别 那到视觉的识别就是Visual Identity 那它其实很像一棵大树 就是它是从树根树干到树叶 它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这三个东西呢 其实在做品牌的时候都非常的重要 那以下我会用一些我们公司真实做的一些实物案例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CI架构 那在MI的部分呢 其实是1998年的时候 公司就是发生了财务危机 那刚才有提到说 在1990年的时候 公司其实就有我们的这个OR这个logo出现 那因为有这个品牌的logo出现 其实大家对于公司就会有一定的向心力跟凝聚力 那再加上其实公司的产品跟服务都是非常的稳定 所以在财务发生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对于品牌有向心力 所以呢就能够更凝聚大家的力量 然后让大家能够借由对于公司的信任 然后来一起就是渡过难关 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公司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那因为有品牌这样的东西 所以让大家可以一起携手渡过难关 然后再来呢VI的部分其实就是很 比较是偏向于视觉跟美感的东西 那我们也算是国内第一个有吉祥物的工具基业者 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有金鸡宝宝的诞生 那其实很多人都以为金鸡宝宝是照着董事长的脸画出来的 那其实只是一个巧合啦 其实并不是 那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有第一代的金鸡宝宝的诞生 那其实第一代的金鸡宝宝看起来是比较憨厚 比较老实这种感觉 那后来大概在七八年前的时候 因为我们希望说公司能够有更有科技感 更有创新感 所以我们就是把金鸡宝宝再稍微做一些改造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二代的金鸡宝宝就有长高了 然后他就是关节也可以动 因为第一代金鸡宝宝的关节是不能动的 那他就是整体看起来也比较年轻的感觉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利用这个吉祥物来做不同的应用的层面 那比如说我们有大型的公仔 然后也有小型的公仔 然后在展览会场也有那个充气的人形娃娃 那另外我们也会在比如说工厂内举办一些创意大赛 让大家可以应用就是说这个金鸡宝宝的元素来做一些变化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除了吉祥物之外 在美学的部分 因为这几年来其实大家都非常强调这个板金的设计 美学的设计 那中间这一台P76是我们公司第一台 有请工业设计师做的美学机台 那其实这一台美学机台做下去之后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其实机台除了实用之外 其实第一眼的外观跟第一眼的印象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就开始请工业设计师在我们机台 比如说在开发的时候 或是我们的产品在做优化的时候 我们都会请他做一系列一字化的设计 那当然除此之外也会考虑到一些人体工学的方面 比如说控制器的摆放位置 电脑操控摆放位置 这些都是需要符合人体工学的部分 那另外呢在一些行为意识的部分 我们有做了一些不同的就是案例 比如说在2010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公司应该也是国内第一家 开始成立脸书粉丝专业的业者 那因为其实可能过去很多人会觉得是B2B 为什么你会需要做就是跟粉丝脸书的沟通 那其实不管是B2B B2C 其实在线上的沟通 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一个需要做的东西 那我们可能会在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公司的活动 讯息或产品的资讯等等 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手法 因为脸书是不需要付费的 是免费的 那其实现在透过脸书可能是分享或是传播 其实速度都是非常的快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利用经济宝宝这个吉祥物 去做不同的赠品的衍生 比如说从野餐店啦矿泉水啦 或是公司自己内部要用的一些咖啡杯啦水杯等等 那再加上呢 其实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跟客户维系一个关系 所以都会做一些客户的拜访 所以我们会做 比如像大家在图片上面看到那个财神酒 还有这个铸铁壶 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利用公司的品牌 然后去跟其他的产品去做合作 来做出的一些经济特有的这些产品 然后来赠送给客户 那另外呢 其实在于我们的这个产业来讲 其实机台出货的过程是非常的重要 那一般大家可能对于机台出货过程 不会做太多的琢磨 可是在我们公司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机台出货就很像是把女儿嫁出去 一样这样的心情 所以把女儿嫁出去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会请我们的业务服务人员 穿上经济的那个背心 那我们其实也有经济的欧易车 然后再加上我们也会送客人交机礼 以前我们是送那个经济宝宝公仔 比如说你买一台机台 就一两百万就送一台公 就是送你一个经济宝宝 那有些客人可能他全 就是家里面会有好几十个 就是经济宝宝代表他买了很多机台 那这个经济宝宝其实在网路上也是很热销 就是我们有曾经看过有人在网路上拍卖 那拍卖的价格其实还不错 好像有大概一万多块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另外呢交机礼的部分 我们现在因为很多客人 已经有我们很多经济宝宝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那我们来换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从今年度开始送的是保温瓶 那保温瓶其实它就是温度会永保 就是保温嘛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 它其实有一个意涵就是跟客人之间的感情 是温度跟那个热度是永远保持住的 所以就把那个温度保持住 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再来的话呢 在公司内部的话 我们也会举办很多活动 比如说每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会有剑走烤肉 那比如说每几年我们会举办一次运动会 甚至到每个月我们会有动员乐会 甚至是每年的目标会议 那其实这一些活动呢 都是用来凝聚就是同仁们对于公司的一个向心力 以及对于公司这个品牌的认同度 那当然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每天都会穿制服 那其实制服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能够凝聚同仁的一个 向心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在展览会场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也都会用很强烈的 那个视觉的那个识别色 因为我们其实企业色就刚刚有提到的橘色白色这些色系 那因为它其实都是很鲜艳的色彩 所以在展览会场我们会用这些会特别调调白色跟橘色 然后再加上一些花椅的布置 所以会让我们整个会场看起来会比较软性的感觉 然后也会有比较活泼的感觉 所以大家来看机械展会觉得好像来到了咖啡厅 比较不会说好像是去看机械很阴邦邦的这样子的感觉 那公司呢其实董事长他在 比如说一些特殊的年份或一些特殊的年度 他都会特别就是想一些口号 然后来鼓舞或激励员工 比如说在55年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飞跃舞舞 金鸡起舞 然后可能到60年的时候 就金鸡一甲子品质一辈子 那其实透过这些口号 然后同仁们就会一直不断的被洗脑 然后洗脑球了之后 大家就会一直深深烙印在脑海中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浅移默化当中 会让大家对于公司的品牌 会有一个加强大家对于公司品牌的一个认同感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也很多人会问我们说 OR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那其实过去我们其实就是可能 也不知道到底代表什么 所以就自己随便想了一个叫做order repeating 但是后来用久之后发现其实order repeating念久好像也不错 因为感觉就好像是订单源源不绝的来 那到后来其实我们遇到Savakama的James之后 他跟我们说对于西方人来说order repeating 其实没有太多特殊的意涵 所以在经过他们的辅导之下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意涵 其实order OR是代表onward rights 就是台中经济然后登峰造极的意思 所以这种就是用法之下其实会让整个品牌的那个印象会增加 然后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有科技感的感觉 那所以呢我们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荣获经济部的这个百搭品牌 对 然后其实刚才做了很多事情 看起来都可能只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少的事情 但其实这一切努力做了都是为了品牌 所以其实从产品的开发开始到后续的生产啊行销等等 所以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让台中经济的品牌能见度提高 然后大家对于品牌的认同感更多 那所以呢搬到新厂之后呢 其实我们也开始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如何提升自己的品牌 让自己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上被看到 那所以我们就其实去寻找了很多家品牌顾问公司 那不管是台中的台北的我们都找了很多家 那我们最后决定选择Subkamma最主要的因素 其实是他们是唯一一家愿意跟我们说真话的品牌顾问公司 因为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哪里做不好 我们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就决定与他们合作 那当然现在其实经济的一些情势是很难预测的 就常常会有黑天鹅事件爆发 所以在这样的时间之下 我们更需要加强就是品牌的国际化 那另外呢 其实过去我们的品牌是非常软性 非常人性 就是人情味很重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加强品牌更有科技 然后更有技术更专业的感觉 那另外呢 其实公司有很强大的一些核心专业技术力 但有时候我们可能太过于专业 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专业的术语转换成行销的术语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品牌这一块来帮我们协助做行销的部分 因此呢 在Subkamma的辅导之下 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的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比如像大家可以看到图片当中的logo 其实logo我们已经不一样了 跟大家刚才看到logo已经不一样了 那它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台中经济那几个字 比如说是中画下来的那一个导角 那个导角其实也是一个车刀的概念 所以其实都是很细微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改变 能够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的改变 对 那另外在公司剪接的部分我们也会进行重新拍摄 那可能大家刚才从停车场走进来到我们整个工厂就是参观完毕之后有很多的一些企业识别跟参观老道的设计 其实我们整体都有再重新设计过 那另外呢我们在12月份也会针对公司内部做一个品牌共事的宣示会 那另外呢现在很重要就是数位行销的这一块 那它其实也是品牌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因为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出国 然后国外的客人也没有办法来台湾 所以呢我们就会透过销售跟服务平台的建立 然后来让国外客人可以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其实呢也有在场内有同仁们会拍摄我们的新产品发表会 像我们比如说塑胶机工具机跟我们的四条自动化产线 我们都是透过同仁们自己的 就是他们自己其实都很有能力 可以自己拍摄出一个影片 然后分享给就是所有的大家去做分享 然后另外呢我们目前也在做的是一个VR的showroom 那VR的showroom呢是希望说让外国的客人没有办法来台湾 但他们可以在网路上看到我们的产品 那也了解到我们产品跟技术 那当然在一些品牌的手册部分 我们也都会重新再做一个规划 那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品牌再造整个专案的一开始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先做一个内外部的访谈 所以其实Sapacama这一次 他帮我们做了很多的访谈 包含了我们内部所有的高阶主管 或同仁们的一些问卷调查 那包含外部的部分我们还内外有客户 还有代理商这些我们全部都有进行访谈 然后让他们让我们自己重新再认识一下 我们台中经济的品牌到底在别人的心目中是什么样子 然后之后才做品牌定位 然后之后才有陆陆续续干的那一些比如商业设计的部分 然后CIS的应用等等这一些 其实它就是一连串这样下来的 然后都完成了之后就会做内外部的沟通 那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蛮喜欢的两句话 那其实做品牌是一条很漫长的路 然后其实它会需要花很多的钱 但是它没有办法在一年内或是两年内看到成效 它可能是需要三年五年甚至是更久的时间 所以其实品牌它就是像一个人的声誉一样 那其实我们可能要维持我们自己好的声誉 所以我们常常会做很多的困难的事 但是就是为了维持一个好的名声 那产品要生出来很简单 可是品牌要怎么升值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 其实就需要花很多力气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